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畅读书成出品 文琴那个笨蛋 连谁是真正对他好的都弄不清楚 这个洛千鱼以前那么仗势欺人 怎么可能突然无缘无故对你好啊 明明我们才是最要好的朋友 竟然 倒霉 流血了 用这个吧 又见面了 果实科研 不用了 一点小伤 我自己处理就 放心 是干净的 好了 不过你最好还是及时去一下医务室 科研 快点 都在等你呢 谢谢 不客气 拜拜 我摔好暖 我的天 那个就是介绍这次悬赏的猎物吧 是啊 是个很好得手的类型呢 这次的奖金 这次的奖金我要定了 男女主对彼此的好感度在获得初恋buff后将大幅度提升 暗原中走的话 不过在那之前 两个人必须有一定的好感清楚 所以 得让他们看到彼此的优点 嗯 罗练一下男女主值得喜欢的地方吧 女主温情就不用说了 可爱 善良 正义 富有才华 和兰兰一样带忙 然后是男主角 等等 那个家伙 有优点吗 想不出来啊 没办法了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你喜欢继续要拿点 你想干嘛 突然问这个 我最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 我就是好奇嘛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是吓得太狠了吗 但是在女生中间做民意调查 是最快得知那白痴优点的办法 大 大概是 长得帅 而且 很有钱 这样吗 为什么还要记下来 真的没有阴谋吗 因为记上脑子好 又帅 还是大财团的继承人 是我见过的最帅的 而且身材超级棒 感觉会很幸福 这个也是啊 陆千语 谢谢你 调查了这么多人 居然每一个都喜欢那个混蛋 都是因为他身上的光滑 没有一个人 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个人 原来所谓的人气贵少 真像是这样的 好可怜啊 陆千语 你在这里坐 没什么 我还有事先走了 暂时无法面对他 我已忍不住 用同情目光看他 喂 他刚才找你做什么 他好像越来越奇怪了 他 他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鸡少爷 告白了 这是吃醋了吗 不 我觉得你想多了 喂 我刚刚告白了 我要无视我好吗 需要再主动点了 这样 根本一点进展都没有吗 原助理 男女主的感情线 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安静一下 有件事要通知大家 本学期的拓展活动 已经定下了 就在三天后 是三天两夜 全岛野外冒险哦 咦 等一下 这个是 另外 这次拓展增加了组队任务模式 一个队伍四人 不限班级和年级 大家要在后天内 将分组名单交上来 这什么老土的活动 不是说好今年 去环球旅游的吗 有什么意见 请找学生会 这是他们定下的 好了 大家抓紧时间组队吧 原来是鸡少他们定的 这么说 搞不好可以和鸡少他们一组 不管怎么样 这次都不能让骆千语得意 你们要和我组队 我们三个加你正好四人 这也是为了之前的事情道歉 让我们重新又好相处吧 好呀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我要去图书馆还书 先走了拜拜 准备的说辞 完全没用上了 他怎么这么好说话 拿到目的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阻止 他和鸡少爷一起了 到时候我们甩下他 让他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嗨 千语 你是来找我的吗 要组队吗 和我组队 真的可以吗 好开心啊 我这边还有碗碗 我还得先问问他 没事 你问过之后再答复我就行 没记错的话 这件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在聊拓展活动的组队吗 就知道会在这里遇到你 不建议的话 我可以加入吗 这个 你建议有男生加入吗 有男生的话 或许会更安全点 而且 他是冲着你来的吧 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